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呢 露露想跟大家再做一个口红的试色 香奈儿的细管口红 那我们知道香奈儿其实在去年春天 就出了细管口红的这个系列 价格是在所有的香奈儿口红里面最贵的 470元人民币一根 简直就是要抢钱啊 今年圣诞呢 它又出了两个限定色 买了两个限定色 然后从之前出的里面呢 又选了两个比较热门的 把这4只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试色 现在大家简单看一下这个口红 那它还是他们家非常经典的黑金包装 这里有Chanel 尾巴的这个地方有一个logo 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左边的这个呢是细管口红 这个呢是丝绒 你看一下 从外壳上来看啊 其实细管是稍微细一点点 摸上去呢丝绒的这个口红成的多 从刻数上来看啊 丝绒口红它的刻数是3.5克 可是细管口红呢只有2克 所以这个系列真的是特别的贵 那我今天要给大家试的呢 一共是4个颜色 分别是818 8 6 4 817 和827 我今天要给大家试的是817 刚初的一个圣诞限量色 比较橘的红色 可能不是这两年特别流行的 所以可能很多人不喜欢 颜色超级好看 我觉得我非常喜欢 可能是它比较适合我 而且可能和我今天这个黑色的衣服比较大 它是一个有一点点橘调的红色 但是又不会太橘 口妥的附加千金色 真的是非常适合圣诞节啊 过年啊 party 818 非常温柔的豆沙色 818呢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 非常非常春天的豆沙色 它里面的粉调还挺多的 虽然说我是黑皮 但是我觉得用上它之后 非常的提气色 适合日常通勤 这个呢是864号 那864也是他们家非常热门的颜色 大家看一下 红棕色 红调比较重吧 818就是更粉一些 它就是中调会更重一些 这是中调势的指定的 那最后一支呢 也是一个圣诞限量色 是827号 跟刚刚的那个864相比 感觉它的棕调更重一些 看这是827号 这是刚刚试的那个864号 它这个沾杯情况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严重 毕竟它是这种滋润的 但是留了之后呢 在嘴上的这个口红 还是够多的 颜色也是够饱和的 那刚刚呢给大家完成了 这四支唇膏的试色 最后聊一下 我自己的几个感受吧 首先第一呢 就是它的质地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 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 这种比较滋润的质地 那可能这个就不是特别适合你 第二呢就是 因为它特别的滋润 有一点油润 所以它相对而言 有一点点的厚重感 它是特别的creamy 特别的奶油 就有一点点像巧克力 就是抹到你的嘴上 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厚 那第三呢 我觉得是呢 因为它的饱和度特别的强 不需要涂太多 不然的话 颜色会有一点太夸张 甚至如果涂多了 会有一点那个 猪油嘴的感觉 或你想让它更自然 更日常一点的话呢 真的是点一点点 然后把它抿开就可以了 最后呢我想说一下颜色 那我觉得这四个颜色 我自己都特别的喜欢 今年的圣诞色号817 它极显白 这个颜色比 和这个颜色 简直就是白了两个色号 所以如果你比较喜欢 这种类型的颜色的话 我觉得你是可以考虑的 第二个颜色呢 是818 是一个非常温柔的豆沙色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818号和864号 818号粉条会更重一些 所以它就是一个 很正的玫瑰色 那864相比而言呢 你看它的红调和棕调 就会818多一点点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尝试 这种红棕色的口红 但是你又不敢尝试 太过土的 这个颜色是非常可以考虑的 那最后一个颜色呢 就是827号 也是今年圣诞的一个限量色 它的颜色就是会更红棕一些 更吃土一些 淘土色吧 觉得可能更适合白皮 就会非常的有气质 但是它不显白 在我脸上我是个黄黑皮 而且呢这个颜色相对而言 它没有那么日常 好了那这就是 今天全部的试色了 我觉得更适合春天 如果你像到夏天呢 可能就不太适合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